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140瓦充电器的一个标杆产品的评测 就是我手上这个苹果的140瓦单口单化夹充电器 这就是苹果MacBook Pro电脑带的一款充电器 我拆了苹果的20瓦的35瓦的内部做工 确实是行业的顶级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们 一键三连点赞关注投币周期 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更新的动力 谢谢各位铁铁们 苹果的产品一项以来都是高水准用料 能够进入苹果供应链的元器件 那可是千挑万选的行业标杆 咱们话不多说 先来看看这个充电器的外观 咱们这个充电器是一个散包的包装 一个拆机的充电头 充电头是来自我一个朋友 他是专门做苹果配件的真假鉴别的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博主 也就是大年的正哥 他专门是卖苹果的配件的 他手上都是正品的配件 这个充电器的话没有包装盒 外面就是一个环保的纸材料 把这个充电器保护着 拿出充电器本体 纯白色的外观 长方形的 宽度的话是75毫米 充电器的高度96毫米 充电器的厚度是28毫米 整个充电器的重量266克 净重的话是264.5克半斤多一点点 苹果充电器鉴定真假的话 我们主要是看这个充电口内部的舌片 正品原装的充电器 舌片内部光滑细腻没有任何的毛刺 然后的话就是看这个充电器的字体排版 苹果的一款充电器 从上市到下市 它这个字体排版都是不怎么改变的 只要是同一个型号 比如说是A2452 它这个排版一直都是不会变的 大家区分好这些字体 然后格式排版一定要区分好 假货的话字体是不一样的 然后排版的话会有错误 正品的话字体非常的清晰明了 然后这底部的字体也是一样的 这也是区分真假货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标准 我们看的话一般的都是看这个字体的排版 还有这个logo印刷的清晰度 然后就是把这一个插头把它拔出来 SN码的话就在这个里面 每一个充电器的SN码都是不一样的 咱们拿到的这个是C4H开头的 就是伪创力代工的一个产品 然后这个插头背面的字面 也是鉴别真假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标准 大家注意看一下这些字体 然后这里还有个CHN 就是代表国航的 外观的话这里还有一个苹果的logo 这也是一个鉴别真假的一个方法 正品的话logo刻度很深的 如果是假货的话 没有这么明显的这个层次感 这一面的话也是一样的 外观部分看完了 我们就进入实际充电测试 由于这一个140瓦的充电器 它是针对笔记本电脑的一个充电器 咱们手头上是没有苹果的笔记本电脑 咱们没有办法测试 所以说我们测完充电协议 我们就直接给它烤机140瓦 100瓦和60瓦三种功率 我们看一下它的发热的情况 大家都知道啊 苹果家的充电器 它是不可能去支持其他的协议的 我们来看看它这个充电器的充电协议的情况 PD3.1 140瓦1PR 点击去的话 PD3.1固定档位四个 最高20伏4.7A 也就是94瓦 然后这下面是28伏5A的档位 AVS15-28伏140瓦 也就是说这个充电器四个档位的话 给苹果手机充电 苹果平板充电 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它是向下兼容的 但是苹果手机的话 我估计也没有人会去选择 这么大的一个充电器去充电 对不对 所以说我们看完协议 直接进入烤机测试 这一次140瓦的烤机 现在功率已经降到66瓦了 我们看一下充电曲线图 127瓦的真实功率 一共持续了一小时零两分钟时间 这功率非常足啊 真实功率是127瓦 温度的话更加是把我惊到了啊 这个温度最高温度才48度 我们今天室内的温度27.8度 140瓦的数据我们再采集一次 我们再看一下它的温度是不是这么优秀 咱们这是另外一个140瓦的一个充电站 我们第二次采集它140瓦持续功率输出的情况 已经输出来一个半小时左右 我们来看一下充电曲线图 从0到80也是只用了54分钟时间 充电速度是非常快的啊 我们来看一下温度曲线图 最高温度49度 比第一次高了一度 不愧是标杆产品啊 我们室内的温度27.7度 这个充电器是我测过这么多140瓦的充电器里面 温度最低的一个 手摸起来根本就不烫手啊 这是夏天 我们现在就是接着来测试100瓦的功率输出的情况 刚刚测完第二次140瓦 我们直接来测试100瓦的功率输出的情况 这一次100瓦的功率已经运行了一小时50多分钟 现在的功率还剩34瓦 实际上这个充电器的话没有100瓦的档位 它是94瓦的档位 92瓦的功率一直在持续运行 咱们这一次充电是接着上一次140瓦 从44摄氏度的温度开始的 我们看一下温度 就是连续工作了大概三个多小时 最高温度也才54度 我们测试的时候室内的温度是28度左右 这个充电器60瓦的功率 真实功率是54瓦的功率 已经持续输出了两小时20多分钟 我们看一下充电曲线图 非常足的功率啊 一直在持续输出 我们先看一下今天我们室内的温度 今天室内的温度是26.8度 我们看一看这个充电器的温度 温度稳定了我们才停止 最高温度44.9度 非常牛啊 不愧是标杆产品啊 60瓦的功率持续两个多小时 最高温度45度都不到 我们现在要做的测试 就是测试这个充电器的转换效率 和它的纹波输出的情况 首先就是来看看 它在我们国家220伏的电压下 它的待机功耗的情况 这个充电器的插电浪涌功耗的话 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啊 也就是0.5瓦的样子 后续的平均功率的话 一直在0.4瓦 大家看这一个仪器的事实的视频截图 就很清楚的一目了然了 220伏待机功耗 0.4瓦 5伏3安15瓦的功率 220伏输出端17.5瓦 这一边直流输出端14.3瓦 则算下来转换效率82% 9伏3安27瓦功率 220伏输出端31.1瓦 直流25.6瓦 则算下来转换效率也是82% 15伏3安45瓦的功率 220伏输出50瓦 这一边直流44.1瓦 则算下来转换效率88% 20伏3安60瓦的功率 220伏输出端67.1瓦 这一边直流60.7瓦 则算下来转换效率90% 20伏4.7安94瓦的功率 220伏输出103.1瓦 这一边直流94.4瓦 则算下来转换效率92% 28伏5安140瓦的功率 220伏输出148.1瓦 这一边直流137.4瓦 则算下来转换效率93% 这个充电器的转换效率是非常高的 这是这个充电器110伏 工况下的情况 大家看一下这个截取下来的视频 插电的时候 它的峰值功率有0.7瓦 后面的话就一直稳定在0.1瓦 但是也不稳定 有很多小波动 6分钟的测试综合下来的话 它的平均待机功耗大概就是0.15瓦 5伏3安45瓦的功率 110伏输出端17.3瓦 这一边直流14.6瓦 则算下来转换效率84% 9伏3安27瓦的功率 110伏输出30.2瓦 这一边直流25.8瓦 则算下来转换效率85% 15伏3安45瓦的功率 110伏输出49.3瓦 这边直流44.3瓦 则算下来转换效率90% 20伏3安60瓦的功率 110伏输出66.5瓦 这一边直流输出60.9瓦 则算下来转换效率92% 20伏4.7安94瓦的功率 110伏输出103.1瓦 这一边直流输出94.4瓦 则算下来转换效率也是92% 28伏5安140瓦的功率 110伏输出148.9瓦 这边直流137.3瓦 则算下来转换效率也是92% 通过测试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充电器的待机功耗 和它的能量转换的效率是非常高的 这是标杆产品真的是 然后我们这一次测试的话就是测试它的交流文波输出的情况 我们直接来测试它五个档位的负载文波 5伏3安15瓦的功率的时候 它的文波最高的时候 大家看一下这个试播器的40截屏 最高的时候 42.2毫浮 9伏3安27瓦的功率 它的文波最高的时候 44.4毫浮 15伏3安45瓦的功率 大家看一下 文波最高的时候 47.1毫浮 这个文波表现很不错啊 没有超过50毫浮 20伏3安60瓦的功率 文波最高的时候 57.7毫浮吧 我们直接测试它100瓦的功率的时候 它的文波20伏5安 不是刚刚的20伏4.7安啊 20伏5安100瓦功率 它的文波最高的时候 92.5毫浮 93毫浮吧 28伏5安 140瓦的功率 我们看一下它文波的情况 最高文波126.8毫浮 这个文波表现也算是不错的啊 这个苹果的140瓦的充电器 各项测试下来 数据确实非常不错啊 烤机温度很低 跟它的体积应该是有很大的关系 大家看看跟其他的140瓦的充电器 对比一下个头 它的个头是最大的 内部电路的话 我们下期视频拆解再看 文波重低功率 表现非常不错 高功率的话 属于正常水平 待机功耗很低 标杆产品就是不一样 苹果的产品贵 还是有原因的 对品质有要求 不介意价格的朋友们 可以入手 喜欢咱们视频的朋友 一键三连 点赞关注投币走起 你们的支持 就是我更新的动力 谢谢大家观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